你见过三幻神同时在场都被人逆风翻盘的排局吗 三大神明随便拉出来一只都是威震天下的存在 但就是这样无敌的组合竟然硬生生被内奸龙一连六发召雷弹坑了一神龙和巨神定 连带着把自己也给坑死了 内奸龙的名号在这一局排被正式坐实 神战过后王妃更是又搞出来一只破坏龙刚多拉炸场 让武藤游戏这个名字从此稳坐最强游戏王的称号 神抽盗祖对决中坑修罗 究竟谁才是初代最强的游戏王 王样与王妃最后这场相爱相杀的排局正式高起 谁输谁赢将决定着法老王的灵魂能否回归冥界 玩家与卡片的羁绊直接拉满 每一发都是神抽 生命值四千 王样拿下先攻 起手就舍弃一张手牌 以攻击表示特召戏法师 再盖上一张卡结束回合 小表的回合 魔法卡光之护封剑 就问你怕不怕 开局就先封你三个回合的输出能力 接着攻击表示召唤绿色齿轮 发动效果 把卡组里的红色齿轮加入手牌 再盖个卡防身结束回合 王样的回合 对于自己惯用的光峰的效果王样在了解不过 自己的怪不能攻击那就用你的 魔法卡造反剧 让绿色齿轮攻击自己的控制者直接给予伤害 天真 王妃早有预料 打开盖卡机动炎 这张卡发动后会变成怪兽卡 一手被表示被特召来抵挡绿色齿轮 但是如此一来依旧是要扣生命值的 好处是把伤害降到了最低值 王样心中大胆不妙 爱博的卡组看来是进行了大换血 这些卡以前两个人一起睡时他都没见过 小表的回合 是张好牌 直接发动这张魔法卡同胞的羁绊 通过支付1000点生命值 一手被表示召唤红色齿轮和黄色齿轮 小表继续操作 把红绿灯三剑克一次安装到机动炎身上的凹槽内 蒸汽瞬间喷发 四张卡组合成攻击力3000点的超强巨手 挥手发起进攻 大型家暴现场差点出现就被王样一声冷哼给阻止了 场上的光之护风剑骤然反向囚禁住了机动炎 原来是王样打开了魔法卡魔法转移的效果 小表只能把绿色齿轮也改成手被表示结束回合 王样健壮用最深情的眼神急于肯定 女孩子就该学会防守 抽卡 通过把戏法师送进墓地来发动魔法卡戏法师的魔术4 效果是特照和对手场上怪兽数量一样多的戏法师眼神物 卡蜜终于出现了 王样丝毫没有留情面 命令巨神兵发起进攻 一招神之粉碎全猛地倒出瞬息间穿透机动炎的胸口 轰得机器的零部剑散落一地 最后盖个卡结束回合 面对巨神兵小表依旧保持着微笑 重坑修罗要出全力了 抽卡 来个死亡三连盖 接着攻击表示召唤沉默剑士LV0结束回合 攻击表示让木马感到不可思议 对面可是有个巨神兵啊 在场所有人都不了解王妃的真正实力所以才会有疑惑 那边王样已经抽卡了 先盖上一张卡 然后来一张天降宝杂 根据效果双方玩家都可以把手牌抽到六张为止 神抽到组放下必胜的flat 你敢攻击表示我就敢打 巨神兵又全凝聚神之力即将轰下之际 小表立即打开永续陷阱卡大帝的轻视和速攻魔法回合跳跃 直接跳过三个回合 随着时间流逝回合跳跃 沉默剑士升级到了LV3 王样大喊巨神兵有四千点弓 不是小小的剑士可以逼挡了 傻孩子 人家的陷阱卡效果还没说呢 用这张卡作为祭品 王样立声嘲讽陷阱卡对神无效 天真 这张卡不是针对神发动的 因为卡片不取对象 所以神兵也避免不了受到影响 每跳过一个回合巨神兵就要降低500点攻击力 如此一来攻击力就相同了 沉默剑士如果能和巨神兵同归于静也算老牛逼了 不料王样脸色淡定如老狗 来一张永续陷阱卡召唤祭时 当对手发动了魔法陷阱卡时 把这张卡和一只怪兽作为祭品 刚刚经过了三个回合就能从手牌召唤三只怪兽 先召唤皇后骑士和国王骑士 这两个怪在场时就可以特召卫兵骑士 刚刚还有一个召唤名额没有使用 召唤奥西里斯的天空龙 玛丽克和社长都傻了 你小子一副牌里难道塞进去三只什么 内剑龙出场了 三张手牌攻击力就是3000点 小表神色凝重紧急打开盖卡迎击之队 通过把一只齿轮作为祭品 将其守备力增加到沉默剑士身上 王样不得不表扬王妃干得不错 那么就先用皇后骑士和国王骑士攻击剩余的两只齿轮怪 还没完 把场上的JQK三剑可作为祭品 在场所有人都看傻了 王样的变态操作还在继续 发动魔法卡强域之虎 抽两张卡 硬是在回合结束之前抽两张卡来拉高内剑龙的攻击力 从这一刻开始社长彻底佩服王样的实力 试问谁能两个回合就拉出来三幻神 社长认定结局已经很明显不用卡了 这家伙竟然转身就走 面对其他人的质疑表示还没分出胜负呢 社长横眉冷对千夫指 一直对来立刻谁能告诉我面对三幻神怎么翻盘 一时间所有人都回答不出来 排局看起来确实是无解 社长临走前再次和王样约战 毕竟他如果赢了灵魂就无法回归冥界了 话音刚落他的眼角余光再次偏向场上三幻神 因为自问如果自己遇到这种情况也无法翻盘 就在他真的要离开时小表叫住了他 小表希望社长能看到最后 今天他就要让所有人好好看看他武藤游戏是怎么图神的 社长文言人麻了 难道真有办法翻盘不成 众坑修罗要开始表演了 区区三幻神不算什么 抽卡 在这个瞬间沉默剑士升级到LV4 接着把手牌里的三只磁石战士作为基品 合体召唤出超电武神 在这个瞬间内奸龙的赵雷弹立即发动 给予召唤怪兽2000点伤害 小表早有准备 速攻魔法镜子魔术 将赵雷弹的效果无效化 并且这部分伤害数值会恢复到自己的生命之上 最后盖上两张卡结束回合 好牛叉 王样的回合 在这个瞬间有四张手牌 所以内奸龙的攻击力提升到4000点 终止一挥发起进攻 命令内奸龙攻击沉默剑士 休想得逞 小表的陷阱卡要发动 王样再次大喊陷阱卡没有用 沉默剑士竟真的被逆了 还没完 接着是一神龙对超电武神的输出 两个怪在神明的恐怖伤害下纷纷倒下 小表生命值仅剩最后900点 而对面还有个巨神兵 到此为止了吗 不 超电武神莫名其妙出现在了场上阻止了巨神兵的行动 紧接着连沉默剑士也回来了 王样一脸见鬼了的表情 他明白了 是王妃刚刚说的那张陷阱卡 此卡名叫影子战术 效果是在对方的战阶中 几方的怪兽被破坏时才能发动效果的卡片 刚刚通过支付1000点生命值 强行把局势恢复到战斗流程之前的状态 总算撑过了三幻神的轮番输出 小表看着王样场上一直没有发动的盖卡 略意思考就明白了这张卡的作用 一直没有用的原因就是自己从此前到现在都没有进攻 没猜错的话这张卡就是汉诺的崇高之力 专门为了防止他进攻时射下的陷阱 反观自己现在手排零张 是时候该来一发神抽了 五指一张沉默剑士升级到了LV5 接着发动超电武神的效果 把他拆分成三只磁石战士 在这个瞬间王样的内奸龙要发威了 城之内不解 如此操作不是自寻死路吗 王样毫不留情 连续三发照雷弹轰出 三个攻击力不足2000点的磁石战士必死无疑 天真 小表等着就是这一刻 陷阱卡磁石之力 效果是岩石族或者机械族怪兽受到效果伤害时 可以把效果对象改成对手的怪兽 内奸龙之名再一次被坐视 三发照雷弹反噬了王样场上的三幻神 连续的轰炸下三幻神的攻击力分别下降了2000点 沉默剑士率先开团 举起屠刀就想了结了巨神兵 王样自然不会同意 盖到快要发霉的圣反终于被打开 沉默剑士的攻击被反弹回去破坏了小表场上的所有怪兽 全面 等等 你刚刚不是猜到了是圣反吗 怎么还故意发起进攻 场下观众第二次认为小表真的要说 社长更是捏紧了拳头表示你小子浪费了我那么多时间 要知道这段时间都够他打五局员机了 黑着眼的小表嘲讽我知道你们都很急 但请你们先别急 全灭就对了 他的图神连锁就此布局完毕 现在他就要一口气灭了三幻神 场下观众今天的小心脏起伏过于剧烈 纷纷后悔来之前没有背上一瓶塑笑就心完 那王妃如此大放厥词到底是不是吹牛 是不是吹牛你们看下去就知道了 以最帅的姿势发动速攻魔法磁石重生 将本回合被破坏的超电武神以守备表示特召上场 因为超电武神被特召 所以内奸龙的赵雷弹必须发动 轰来的赵雷弹由于此前发动的陷阱卡磁石之力的效果会反弹回去 巨神兵成为第一个被屠杀的神明 攻击力低于2000点就会被破坏掉 接着再次把超电武神分裂成三只磁石战士 场下观众算是看明白了 如此一来怪兽被召唤的瞬间内奸龙的赵雷弹需要再次发动 一连又是三发赵雷弹 因为磁石之力的效果全部被反弹了回去 一神龙最惨硬扛两发导致攻击力降低到灵被破坏掉 内奸龙自己也别想好过 同样被灭 自此三幻神在内奸龙的反噬下悉数毁灭 小表真乃神人眼 这打牌技术让社长吓得后背发凉 但仅仅只是打败了三幻神而已 他亡样的生命值可是饱满如初的 抽卡 发动魔法卡融合 将手牌里的幻兽王加泽尔和巴丰特融合在一起 召唤有一幻兽奇美拉 挥手发起进攻 区区磁石战士还不是奇美拉的对手 瞬间就灭掉一只 小表的回合 把剩余的两只怪兽作为祭品 召唤龙破坏剑士 反击开始 龙破坏剑士一刀砍了奇美拉 亡样开局至今第一次扣血 不过奇美拉被破坏时可以从目的里把巴丰特复活上场 轮到亡样的回合了 把巴丰特作为祭品 小表被破坏后能降低对手怪兽500点攻 小表又哪会不知道 毕竟这都是他和亡样共有的卡片 抽卡 盖上一张卡 然后命令龙破坏剑士砍了基尔法恶魔 果不其然 在这个瞬间亡样发动基尔法恶魔的效果 降低龙破坏剑士500点攻击力 亡样的回合 盖上第二张卡 再来一张魔法卡死至床边的闹钟 效果是对方可以从卡组抽两张卡 自己则可以把目的里一只怪兽拿回手牌 小表思绪飞速运转 他不认为亡样会拿回三幻神之一 反之有可能把开局时的戏法师拿回来 因为这个怪是舍弃一张手牌 就能特照上场的高宫怪兽 但是亡样此刻只有一张手牌 所以拿回戏法师的可能性也很低 反正拿回来的怪兽攻击力 肯定是不会比龙破坏剑士高就对 亡样戏谑一笑表示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但是我的决斗思路比你更超前两个回合 他要复活的怪兽是疾风的暗黑骑士盖亚 好家伙 这个怪在自己手牌只有一张时 可以无需计品特照上场 小表大喊不可能 你的目的里哪来的盖亚 亡样表示你忘了吗 本王开局就丢了一张卡的 千算万算小表还是算错了 亡样从开局就算到了会有这一刻 所以才埋下了伏笔 就连三幻神会被打败都在他的预料之内 此话一出震惊了在场所有人一百年 这不是吹牛是什么 但是仔细看亡样这个表情 就知道好像不是在吹牛 盖亚已经发起了进攻 龙破坏剑士被一枪给捅成了碎片 小表却丝毫不慌 打开陷阱卡魂之网 当场上怪兽被破坏时通过支付1000点生命值 就可以从卡族里把一只四星怪兽特照上场 守备表示特照黑森林的女巫 小表的回合 把女巫作为祭品 上级召唤恶魔的召唤 搭配女巫进墓地后发动了效果 从卡族里把守备力1500以下的棉花糖加入手牌 神之战后进入了经典老怪的战斗阶段 每一只都是陪伴着二人一同经历过各种战役 小表一掌排出命令恶魔的召唤发起进攻 府王对坎就是如此朴实无华 王样在掉一血 王妃的排击此刻不仅征服了观众 连王样都被打到福气 并承认他才是自己一生最强大的对手 不知道社长听了会是什么想法 来一发神抽 不用看牌就把巨盾守卫甩出来 好家伙 守备力正好比恶魔的召唤高出100点 你们这抽卡技术真是逆天了 小表的回合 来一张强欲之壶 抽两张卡 接着特召小毛球 将其作为祭品 上级召唤诅之龙 挥手让恶魔的召唤继续发起进攻 等等 你的攻击力比人家的守备力低啊 小表硬是给自己削减了100点血 利用巨盾守卫的效果被攻击后 需要转手为攻的特性 仅仅100点攻被诅咒之龙烧了个粉碎 王样这一波算是遭到了重创 双方的生命值又到了同一水平线上 王样却是越打越兴奋 他感觉到了马哈德的波动 依旧还没抽卡就说出了怪兽名字 不用看牌就甩出了魔法卡黑魔术的目标 通过支付一半生命值 从卡组内特照不类妈香上场 搭配场上的盖卡秘书之书 提升黑魔导300点攻守 挥手发起了反击的号角 一招黑暗魔术击破恶魔的召唤 轮到小表的回合 里侧手背盖服一只怪兽 再把诅咒之龙也改成手背表示结束回合 王样一眼就看出了王妃盖服的怪兽 就是此前用女巫拿回手牌的那只棉花糖 这个怪里侧时如果被攻击 就会给予对手1000点伤害 而且不会被斩破 可谓是中坑中的王牌选手 但是王样丝毫不怂 把把神抽 不看牌就甩出魔法卡牵把刀 牵把刀根据效果可以破坏掉一只怪兽 果然是棉花糖 这下王妃没有底牌了 黑魔导顺势发起进攻 诅咒之龙也被一起破坏掉 王样的攻势猛如 小表逐渐落于下风 抽卡 手背表示召唤方快人 再盖上一张卡结束回合 王样的回合 将魔法卡黑枪装备给黑魔导 装备后怪兽拥有贯穿能力 小表文言大惊失色 这一波如果被打中 能万事休矣 情急时刻陷阱卡灵魂护照打开 通过支付一半生命指使战斗无效 并强制结束战阶 小表的回合 王样已经强大到 能感知对手的抽卡很危险 发动魔法卡封印的黄金柜 这张卡可以把自己手牌 或者卡组里一张卡放进去封印起来 封印后对手同名的卡片也无法使用 小表这一招也决定着 整个牌局最后胜负的主项 接着发动方块人的效果方块解除 这个怪在场上经过几个回合 就能变成几只怪兽 解放掉 上级召唤破坏龙刚多拉 支付一半生命值 王牌先捉龙一出破坏全场怪兽 并全部除外 休想 王样的盖卡黑色幻想打开 效果是让黑魔导本回合 不受怪兽效果影响 所以被破坏的只有刚多拉自己 不过因此小表倒是可以多抽一张卡 盖上两张卡结束回合 王样的回合 不看牌就命令黑魔导直接攻击玩家 在这个瞬间 小表立马打开盖卡魔术师的共鸣 这张卡可以在魔法师族怪兽攻击时 从自己卡组里特召一只魔术师上场 小表要特召的是沉默魔术师 王样大喊这张卡对我也有效果 从卡组里特召不累妈相干出来助阵 战斗再起 黑魔导的攻击可是拥有贯穿能力的 小表完了吗 不 打开速攻魔法卡魔法的教科书 通过舍弃所有手牌 然后从卡组里抽一张卡 如果是魔法卡的话就能直接发动 小表手牌零张没有的扔 在这场把把神抽的牌局里 心想事成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了 抽到了魔法卡天降宝杂 双方将手牌抽到六张为止 然后沉默魔术师的效果发动 对方每抽一张卡魔术师的攻击力 就会提升500点 王样抽了五张 所以等级直接飙升到了LV5的3500点攻 黑魔导这2800点攻就落了下风了 王样骤感菊花一几 情急时刻举起速攻魔法魔术师的交叉 当自己场上存在两只魔术师时 可以让他们合力把攻击力拉升到3000点 三大魔术师的最强碰撞过后 黑魔导师徒就此落败 王样用这种方式强行把伤害降到最低 给自己所写在了200点 否则刚刚就结束了 场下观众看的是目瞪口呆 两个人的生命值都是200点 是时候进行最后的决战了 托小表的福 王样此刻一把手牌随便来一张都能奠定胜局 举起死者苏生 从目的里刻照内奸龙上场 咱就说您老的心真大 这种时刻还敢让内奸龙上场 四张手牌攻击力就是4000 殊不知小表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刻 强者总能从开局就看到结局的 对手所有的可能性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所以此前他莫名其妙搞出来 这张封印的黄金柜就是提前做足了准备 是时候打开柜子揭晓底牌了 没错 早前被封印的卡片就是死者苏生 也就是说死者苏生这张卡 在本场牌局中无法使用 所以内奸龙的特照被无效化 或许从一开始不出内奸龙王样就赢了 殊不知自己赢了 但是小表浑身颤抖 相当一场也还是到了不得不分开的时候 人这一生总是只精彩那么几个瞬间 有王样在的日子是王妃这辈子最难忘的时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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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老王输了 谁又能想到当初那个没有朋友的西简吹发型的小屁孩 能一路开启如此精彩的旅程 他虽先有动手的机会 却总是默默躲在背后陪伴着发老王找回自己的记忆 今天又能以超强排技打败世界排名第一的发老王 王妃的泪水狂涌而出 分别总是令人痛苦的 冥界之门上的眼睛骤然大方异彩 通过战斗此眼看透了发老王的灵魂女杨无憾 在现实世界徘徊了三千年岁月 时间到了 是时候回归冥界了 只需喊出自己的名字大门就会打开 面对爱伯们的挽留和祝福 王样只是竖起大拇指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冥界 随着大门紧闭 神殿中骤然矩阵 七剑神器也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重新掉入无尽深渊 至于下敌的灵魂最后为何会出现 又意味着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一切起于克鲁埃娜村 又终于克鲁埃娜村 初代游戏王自此迎来的大结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